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購物中常見的促銷英文 OK,那麼每年的年末或是購物季 我們會收到很多的促銷方式的消息 比如說雙十一或雙十二 有的店舖可能是清倉大甩賣 有的可能是買一送一或是給出相應的一些折扣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常見的一些出銷方式的表達 Discount 註意下它是表示打折的意思 這裡中英文不太一樣 我們中文說打八折,也就是百分之八十 那英文在表達的時候我們會用百分之二十來表示 也就是20% discount 這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折掉的意思 折掉百分之二十,也就是八折 那除了用這個表達之外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說20% off 也就是扣掉百分之二十,也表示八折的意思 例如 We can give you a special discount of 20% when you pay with your credit card 如果你信用卡付款的話,我們會給你打八折 No.2 買一送一 Buy one get one free 當你看到這樣的標籤的時候,有沒有想要把商品買下來呢? 這題注意下,這裡的數字是可以做相應的替換的 比如說 買五送二 Buy five get two free 另外要注意的是這個片語呢,只能使用在廣告用語 或者是商品的標籤上 例如 Once I see the buy one get one free labels I cannot help binding them 當我看到買一送一的標籤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想要把它們買下來喔 第三個,特價 On sale 注意下這個片語,只能放在商品的後面 不能放在店鋪的後面 如果放在店鋪的後面,可能是說 這家店鋪在搞特價把自己的商店給賣掉 例如 These books are on sale 這些書是在特價 你不能說 The shop is on sale 而不是說 這家商店在特價把自己的店鋪賣出去 OK 那如果說你想要形容某個商店在搞特價活動 這裡我們直接用sale這個名詞就可以了 例如 The department store is having a Christmas sale 這家商店正在搞聖誕節的特價活動 No.4 優惠券 當你在網購的時候有沒有經常會收到商家不定期給你發的一些優惠券呢 有了這些優惠券你就會有想要買東西的衝動 但是這些優惠券是沒有辦法兌換成現金的 例如 This coupon is transferable but not cashable 這個優惠券可以轉讓但是不能夠兌換成現金 第五個 清倉大甩賣 clearance sale 注意下clear有表示清楚的意思 它也可以作為動詞表示清除 所以clearance sale表示清除掉我們的銷售的貨物 也就是清倉大甩賣的意思 例如 This shoe store is going to have a clearance sale 這家鞋店要進行清倉大甩賣 OK,the last one 贈品 freebie 或者是give away 這裡注意下兩者是有區別的 freebie 一般是你參加一些活動主辦方給到的一些禮品或者是贈品 而give away 是你抽獎抽到的免費的贈品 例如 I like going to networking in advance because there are always lots of freebies 我很喜歡去參加社交活動 因為總是會有拿不完的贈品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因為小技術會不定新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集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囉 bye 邊